九江舰是我国唯一的火力支援舰053H型护卫舰 曾服役44年立下了赫赫战功 这艘战舰的特点就是火力非常的强大 美国9000吨的驱逐舰都不如我们这艘千吨级的护卫舰火力猛 现在这个舰已经退役改为了一个九江舰主题公园 我们今天就来看看它到底是什么样的 我们再来参观一个军舰 但这个军舰要比南昌舰更有特点 现在咱们上来了 上来以后这个正好是中间 咱们先从左边来逛 再从右边逛 我们先来看这个 这个是50管122毫米火箭炮 在当时可以说非常先进 可以自动填装自动跟踪 打击的不仅是海上目标 还有陆上目标 这个火箭炮在九江舰上总共有五台 可以说火力非常的猛 可以摧毁 暗潭攻势 还有掩体坦克 更主要的是可以进行取目标的打击 从这个右衔这里走完就没有看见参观导览图 这里是B区 B区呢这里是会议室火控室 总共18个室 非常的复杂 这里面汽油味很重啊 各种室 看看 这是会议室啊 会议室咱们看一下什么样子 非常的先进啊 看看啊 然后这块还是一个显示平均 我们看一下这个显示平 看似是一个桌子 实际上是一个显示平啊 非常的高等啊 这应该是一个模拟的动画 这个应该是九江舰吧 卫星定位嘛 这是 右手边过来啊 右手边过来 这个是各部门干不住室 咱们看看这个有没有特别的 C区出口请勿逆行 意思是不能逆行 有关住室 住室呢 咱们就参观一两个就可以了 如果全参观也没有什么意思 现在重大上二楼嘛 看看二楼有什么 这里有个浏览图啊 35A高频室 建长室机要员室 以后咱们重点看看这个建长室什么样的吧 这个是高频室 高频室里面是一些 应该是一些尖端的科技 但这边也看不见里面 哇好复杂呀 22机柜 这东西看起来都很新呢 非常新 接着往里走 哇 这个是机要员室 机要员室也是个住的地方 没什么其他特别的 但是很齐全啊 还洗手台 这边 这个是 这个是建长室啊 看一下里面是什么样的 有一堆小沙发 这去建长室 也很普通 没有想象的那么好 现在往上走啊 看这个室里面是什么 还试一下里面啊 这里面呢 这边就是暴物房的所在啊 这是用来干什么 这个 目前还不清楚 是用来听音的吗 暴物原始 挺 因为那边光线太强 所以这边容易模糊 这里呢 有个参数啊 就是整个这个大建的参数 九江建的 接着上三楼啊 看看三楼是什么 这是三楼啊 您的位置3F 信号室情报台 海途室 驾驶舱在一块呢 那这边啊 情报台室 这里面的仪器很精密啊 但都是严禁触碰的啊 这都是比较贵重的设备 我来看一下啊 里面是这个样子 里面是这个样子 正对面这个是海途室 哇好复杂啊感觉 跟咱们参观过的南昌建一样的复杂啊 哎 重要的东西可能都在这里面吧 但是这些设备呢 咱们就不一一介绍了 看起来很复杂 但是很有趣啊 包括这些电线什么的 整理的非常的整洁啊 嗯 里面呢这个就是驾驶舱了 然后这边呢还有气象要素 气象要素跟咱们看过那个 南昌建里面那是一样的 这个就不多说了啊 看里面复杂的电信 哇 九江建的驾驶舱啊 里面还有 哎 这是 两位军人的模型 按下啊 驾驶 这边就过不去了 最多能在这里看一看 人物做的很形象啊 人物做的很形象啊 咱们从这出去看一下吧 这应该是 咱们参观的这一部分是A区 B区 不是A区是B区 哇 出来了 这也属于驾驶的 舱的一部分吧 哎 比较复杂 这感觉比 南昌建那个更加复杂 这个建应该比南昌建 是不是更先进一点呢 这个B区就参观完了 咱们看看A区吧 A区还有个军医舱 比较有特色 继续往后走吧 哇 看看这个啊 一门超强的巨炮 这个感觉跟那个 南昌建设的130毫米 那个炮 舰炮 差不多啊 这个是什么呢 就是79A式双100毫米 自动舰炮啊 我国自行研制的 可以打击海陆空目标 具有呢 非常好的弹道性的啊 同时它也可以自动填装弹的 可与这个光学跟踪椅啊 组成系统进行 对目标进行非常精确的一种打击 这个以前呢 曾装在052导弹驱逐舰上啊 目前这个已经停产了 在这个自动舰炮前面呢 还有两个这个 五连装1200型252毫米反线火箭 深淡发射炮 这个比较复杂啊 这个呢 有620火箭深淡 还有814火箭深淡 这个从口径上来看啊 200多毫米 主要是用于打击潜艇的 上下上排是三管 下排是两管 所以呢 就是五连发 现在我们去A区看一下啊 这边是A区的入口 有军医舱 前主舰炮 前主炮监控室 二号冰舱 看看吧 这里也是静止洗颜的 哇 柴油弯好重啊 看看军医舱什么样的 这个就是军医舱 哇 很简单似乎 呀 里面的药瓶居然还在啊 可能是 这个空调应该是原来就有 一去再参观呢 就需要往下走了 我们去看一看啊 这是什么了 前主炮监控室 操纵主炮的地方应该是 哇 这里面非常的复杂 而且 柴油外特别的重 这么写的 前主炮监控室 这是一切仪器 眼镜触碰 其实这玩意儿没人敢突破 这个就是咱们外面看到那个最大那个 A区这边全是炮弹以来的 这是真炮弹吗 写着呢 纺织品 这一点可以放心大胆的确认啊 这个箭炮的导弹啊 确实是炮弹啊非常的大 也有小的 这边应该就是A区参观完了 这是九阳间的左弦 C区在哪里啊 哪边就差参观C区呢 继续往前走 啊 今天天气还不错 但是参观的人只有我一个 哎 真是 这就是 这就是 左半部分就参观完了 我们又回到这里这个 五十管一二毫米火箭炮了 我们现在从右边走啊 那上面那个应该是个烟囱啊 这个我们在南昌建已经看过了 然后这边这个船呢 是跟那个南昌建商的应该是功能作用都一样的 这边应该是C区吧 从这边走 景区重点炎金炎火 这里是不能抽烟的 是因为这边气有味 炎油味特别的重 这是厨房吧 看看啊 餐厅出来呢 这边全部是武器啊 看一看啊 这个 九江剑呢 真的是攻击性超强啊 看看这里面 起码这个 五十管的一百二十二毫米的火箭炮啊 这边就有四个 看到没有 那边还有一个 一百毫米的剑炮 最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C区吧 C区这边啊 士兵餐厅 动力机舱 主机操纵时 还有八号平仓 分队长使 咱们有些这个动力方面呢 还是看不下 咱们看看这个士兵餐厅吧 因为这个士兵餐厅呢 以前好像没有见过 哇 需要从这里下去啊 看看啊 好陡 真的非常的陡 看一下 这个就是士兵餐厅啊 这个士兵餐厅呢 跟那个 九江剑比呢 跟那个南昌剑比呢 还是要先进点了 因为在南昌剑上 没有看到士兵餐厅 这边还有一个这么大的电视 吃饭的时候呢 还可以看看电视 嗯 老一结合吧 还不错